都可以向政委那边咨询有关区块链相关的事项 有关NMP的必要性还有区块链在台湾发展的可行性 好 我是唐峰政委办公室的小婷 那我们今天这场会全程录影 这是你们之前选的记录方式 那这个录影我们会公开在我们办公室的YouTube频道 这边先跟你们说明 这样可以吗 你们有人有听到我讲的吗 有 OK OK吗 都OK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就麻烦这样就是录影 然后各位可以开始说明你们的问题 或有简报的话 他们现在好像要换 换声音的状态是不是 等他们一下 然后因为后续还有拜会 所以这场我们的讨论是到3点50 那现在是要我们发问题吗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场有客人有点差 没关系啊 没关系 接收 对 就是有关在在台湾目前 发现NFT然后税金千万 然后看 国陆或是查克或阿权那边 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详细询问的 对啊 有什么NFT的税金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这边想要提问一下的意思就是说 像之前 比如之前台湾报很大的 连千亿跟购二的事件 那他的NFT的赋能呢 就是会是否会受到台湾法律的规范 目前的话 目前的话 目前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就是 还没有任何判决的结果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知道说 那个NFT 他的税金以及他的规范 但是NFT只是数位凭证而已啊 类似我们的那个 疫苗接种记录 或者是PCR阳性记录那种东西 那但是他分成记名的 就是对特定人的 以及不记名的就是也可以转让掉的 那但是这个记录本身 就是一个电子签章的数位凭证而已 他他没有课税的问题啊 我的意思是说 好比像说 现在因为大家都有来社创咨询 那我就每个人发一张 这个各位六月中 有来过社创咨询的NFT给大家 那这个当然也没有什么税的问题 因为你不是用买的嘛 那你之后如果要转让 那当然也不会产生税的问题 所以我不确定你的那个应用场景是什么 所以才会再问税的事情 你好 因为就是如果说有有贩卖的话 就是确实有去贩卖 然后盈利 那这个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 影响到就像你刚刚说的 因为我们是有贩卖有金钱的交易 那如果是用台币的贩卖 或者是跟用加密货币的贩卖 就像会不会一样是碰到税 或者是说法规的规范 因为好比像说你是台湾虎航 然后你透过NFT平台 然后透过竞标的方式 你卖了这个有负能 好像是什么有空位可以 自动换你搭乘的 那种就是算是筹兵这个机位的NFT嘛 对不对 他们叫Tiger NFT嘛 那他当然有收到钱嘛 而且他是收到法币 而且那个给他钱的人 绝对是有我们国籍的人嘛 那所以他要在境内才能使用嘛 所以他当然是用法币来买 那这个时候他买到的东西 是不是NFT不是重点啊 他就算是买到某个 那叫什么 李券对不对 也是同样的方式嘛 就是这个公司当然他还是收入 那收入还是要报税 那但是这里的重点 就不是对那个NFT磕水啊 就好像我们不是对 一个会员卡在磕水 我们是对有人付钱来竞标 来买这个的这个购买行为 在磕水嘛 因为他事实上是购买嘛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嘛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是说 如果他现在是采用外币 那但是这个外币又是加密货币 来购买的时候的情况 对没错 对那如果是他是用加密货币 来购买的话 因为他只是支付方式不同嘛 那如果这个加密货币 他是在电池电票的那个架构里面 去做的话 他比方说他用的是稳定币 而这个稳定币 他是电视片电票那个厂商认定就是 就是一个加密货币兑付一美元 或者是一个加密货币兑付一欧元 那这样子他这个行为就跟用美容和欧元买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他有一个很很稳定的汇率嘛 所以所以这个也不是问题 所以讲穿了真正的问题是他用一个 今天这个币值很高 明天可能就归零的或者反过来的 对对对 可能就以太坊这个样子 因为在NFT的那个交易市场 可能OpenSea里面 他们都是用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用以太坊去做 没有用DAI啊 对对 那用DAI就比较好算了 但是因为他是用以太坊去做购买嘛 那以太坊今天一颗可能多少钱 那明天可能又会换另外一个价值 怎么去衡量 还是说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所谓这个规范到呢 也不是这样讲吧 就是说假设他是用某种外币来买 那这种外币他后来因为战乱或什么东西 他币值就大幅的贬值了 这个状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讲的是加密货币 而他有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 财政部并不是没有处理过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别的国家的法币 要怎么计算的情况 但是这个跟你用NFT本身来做支付是不同的概念 NFT在台湾很少当支付工具用 虽然理论上可以 但是几乎没人这样用嘛 不是拿来当投机用 就是拿来当刚刚讲会员凭证嘛 这是两个主要的用法 对那在这两个上面他的本质都跟课税的关系不大 那是你获得利得的时候在投资的那个用法 跟你实际有交易的时候 营业税在后面的这个屏障的用法 他就是适用只有的税法 但不因为他是NFT而有改变 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得蛮清楚的 大致上理解 因为像我们自己可能是会有发行 然后也是有在做贩卖 但是对于这一块 那这样政府就 就是政府的规范 其实很混乱 所以我们的确有因此的收益 但第二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 不管是报税这个收益还是说我们放在这东西 我们对他做一个负能 那这个负能就是我们说买了我们的东西 会员凭证也好 或者是我们说的也好 他就是一个财产交易啊 因为他是不动产嘛 他可以转让 那会因为去更动了我们所谓一开始赋予他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我今天卖的时候 我说你买了我的东西 我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负能 那可能过一阵子之后 我想更改这个负能 会不会就是影响就是 那个就是消保的问题啦 那就不是税的问题啦 那个就是你要不要算成那个服务里券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啊 那那个是消保会要找你麻烦 应该不是财政部有找你麻烦 哦 OK好那换其他人问问题这样 对就是说这个这个部分呃当然说找麻烦也是呃开玩笑的啦就是还有会给你一些呃应该的辅导啊之类的但是这个这个题目之前在呃就是电子礼券而不是票券的题目上面其实已经处理过蛮多了那呃包含说旅月保障啊之类之类那这个我想呃我们消保处 消保会都已经有非常完整的的说明了那他不会因为你是用数位签章还是电子签章还是什么别的东西记录这个理权他就不适用所以你就大概参考这个就可以了了解了解了解 好所以刚刚就是等于我们的问题就是有关后续监管然后法律规范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就算是都一次就是都解答了 然后就是好然后那再来就是像刚刚也有提到相关的政府资源的补助因为例如像是呃区块链大联盟啊他目前可能都是一些培训课程或是金融科技的一些增见活动 然后补助的话也是可能AI技术或是5G技术相关的增见活动但是呃目前因为刚才有提到补助的部分但是我们好像似乎目前好像没有看到专给区块链产业或区块链游戏的相关的补助嗯 但是那是因为他已经是各个业别都已经普遍认识到的技术嘛就像我们不会特别给呃关联式资料库产业什么补助 因为基本上你大概都是用关联式呃资料库的已经没有什么不是关联式的资料库有了还是有了但是大部分是关联式的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说啊那你的资料库有别与别人是关联式的我们就来补助你因为大家都都是这样子那呃同样道理就是同样是一个分散式账本那当然你有无限种技术可以用可是现在大家都用公链 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用个公链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别人也都用公链啊所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题目他跟呃好像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找到测试场域来做5G或者是说只有少部分人在他的产业里面真的用机器学习呃来解某个以前没有办法解掉的问题的那个性质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好像这个产业呃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用公链那但是某家新创找到一个全新的方法事实上每个人只要想要用公链都可以用公链呃这是公链的性质嘛所以所以我不确定说你们在看的补助是哪一种是在研究方面的真的是找出一个全新的用法还是是应用方面因为应用方面现在看起来好像大家不太需要帮忙哦大家只要呃就是装几个城市 就是立刻就可以写入公链是那就是郑伟您会认为说以台湾的区块链产业在呃台湾上有什么优势吗那就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禁掉那个区块链产业吗对不对其他地方没有禁掉区块链产业呃这个是是比较比较现实那那另外的我觉得另外的优势也是呃我们以前在呃有NFT这个概念前 我们其实就已经对这种所谓的虚拟资产或者呃无形资产呃有过很多讨论包含我们的电子签章法我们的平台经济相关的调试这些法规大概都已经在场了那现在反而NFT这股热调出来我们唯一可能要调整的是那个翻洗钱反诈骗反自控的那个方面因为这个应用实在太多了那但是如果是在呃传统的平台经济呃上面的用法的话 呃看起来既有的法规呃包含税务的会计的你刚刚提到的销保的等等看起来都还算健全呃呃所以就比较不会像呃其他国家好像一下子就要定性他是支付工具啊或者是什么货币啊后来发现又不是啊很少人把他拿来当支付用他就要来来回回的呃试几次监管那产业也受到影响那在我们的情况是呃大概就是你用来做凭证用就是凭证用呃 呃负能拿来当理券用就是理券用拿来当投资用或者投机用呢就是那个用法呃呃大家在NFT前都已经蛮习惯了啦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比较成熟的呃一个法规环境跟氛围我觉得是台湾的优势嗯那这样子就会我们这边就会想要了解说有关NFT负能的部分如何产生必要性可以跟生活的应用层面下去结合因为目前 呃据我们一直以来所规划的NFT负能还有许多国际项目的负能大多都是偏向一些娱乐性的附加价值然后呃就是有这些价值可能很很好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我们会希望说就是NFT这方面的负能我们可以呃有没有什么呃思考的方向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发展出跟生活的 是密不可分的附加价值的 但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像呃域名系统呃可不可以算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现在生活好像当年那个.com的的热潮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要一个.com的域名嘛那那这个是不是达到你们密不可分的那个呃程度的想象 呃你们有要补充一下吗 就是不路或david 呃因为这方面就是呃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常在跟客户接洽的时候 然后 欸就是有时候说在接洽的部分啊然后会提供一些方向给客户但是对客户来说 哦这些东西可能NFT对他们来说只是附加价值或是一个趋势上的趋势上的行销的工具但是并没有办法来帮他们解决一些可能应用上的问题 但事实上NFT现在就是这样了他们的理解并没有错 啊所以我我我再问的才是说呃因为这是web3嘛那我我再试着想web2里面比较接近你说的不可或缺或web1里面不可或缺的程度那像DNS呃应该是已经达到呃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程度 他算是基础设施嘛那跟这个对应的NFT就是EMS嘛以太方上面的域名那但是就是说你的客户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吗 这这个真的是你可以卖他的方向吗我不是那么确定就是说你你你现在有两个需求嘛首先是你要指出客户觉得这是未来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不是大家好玩而已 那但是第二个你又说他希望跟生活密不可分那我再指出来的只是说真的跟生活密不可分的像域名这种东西他他未必是客户觉得是应用层面 呃他就是呃fomo就是呃如果错过了就太可惜了的事情事实上呃顶级域名越来越多到最后他还是可以找得到他用得到的域名的所以就当他跟生活越越不密不可分他越会变commodity呃就是变成呃任何人来做都相同的事情 反而不会有这种呃我听起来你想要促成你的客户非先起投入不可呃的这种hype就是呃趋势的这种感觉所以所以你的这两个可能诉求反而是相反的我只是想要讲这件事情 呃因为这个会牵扯到说像我们呃团队里面他们就是呃超级不如这边好大卫他们这边对然后他们本身就是有在跟马斯克 那边就合作发射一些小型火箭的一些业务但是发射火箭这个东西对市场目前市场来说他仅限于行为艺术层面就是他们可能顶多就是可以把NFT或是他们的作品给放到火箭上然后再发射到月球或是火星上 就跟特斯拉会绕太阳两圈半但是我们已经绕了四圈的那个状况相同是所以就其实都是目前都是限于艺术层面的部分所以就会想要了解说呃如何与科技结合不只是行为艺术这个就跟刚刚的问题是呃是类似的就是目前跟NFT或是像刚刚这个火箭的部分都是属于行为艺术 或是多的附加价值的部分好像很呃目前我们很难去找出跟真正跟科技或是跟像我刚刚说的应用生活层面结合的方式 不过这个这个题目就比较聚焦嘛因为你刚刚是强调生活密不可分但是你你这个强调的是可以跟真正有用的科技结合啦是是是是那后面这个就比较比较容易落实因为一下就跳到密不可分有点快 呃呃我我我自己是之前有帮那个Vitarik看他的论文那也是我几个朋友跟他写呃呃呃叫做Desok那刚开始那段引道德经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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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我我我帮忙引的喔呃呃那后面对于那个一些技术的W3C的我也有出现意见所以虽然不是共同作者但是这个论文里面的概念大概我蛮蛮蛮熟悉啦呃呃那那这个论文的概念大概就是 希望有一种记名NFT 也就是NFT实名制 或至少NFT实联制的这样的概念 那它的核心诉求就是说 当我们社会上面那些 愿意公开让别人知道的承诺 是用NFT来记载 而且可以把个人的名誉的这种记录 放在脸上的时候 或至少它的不可否认性 放在脸上的时候 那它就会逐渐融入 跟生活有关的科技当中 而不是纯粹只剩下行为艺术 跟对于行为艺术的投机而已 这篇论文的主要想法就这样 那我们举了很多例子 所以也许可以参考一下这篇论文 了解 好的 感谢 那因为我们目前也有 就是在左手开发AR游戏 那AR游戏是希望可以跟 社创中心这边 然后还有可能玉山国家公园 台北市立动物园 因为我们AR游戏里面打算做有关的 有关动物保育 跟环境保育的题材在里面 那会想要跟政府这边来做联名 但是不确定可行性 你联名的目的是什么 是多点行销资源 是没错 就是多点行销资源 然后推广 因为最终的目的 会希望可以推展到国际 然后因为毕竟是游戏嘛 还是希望可以有很多的人可以进来 进来来玩 然后我们这个游戏也是会结合 就等于是练游的 一般的台币也可以 那练游也是可以 政府有个专门的单位 叫文化内容测经院 就是做这样子的合作的 就是它会类似 好像经济方的角色嘛 去找国际的资源 然后去把台湾原创内容 去对接到像你们这样子的 游戏开发商上面 那这个你们之前有接触过吗 有 但是文测院目前释出的 释出的内容都是有关一些 对于动画我们动画产业的一些 可能辅助或是一些国际对接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 假设我们现在是这个游戏 已经开发出来了 然后或是说正在进行中 然后我们想要跟政府单位来联名 那这个联名的对象 我们应该是要找各部会的哪个单位 例如像文测院的哪个单位之类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 联名是你的手段嘛 你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推广你们的游戏嘛 就是政府机关推广你们的游戏 但政府机关推广你们的游戏 通常不会是用联名的方式嘛 通常是用据义来说 像可能是一个伪办案 就是我要推广我的城市 我要办一个城市博览会什么 然后我就委托你在你的游戏里面 开个转取 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政府最熟悉的 就是它是甲方女生 按照它的规格来执行 这个是最常见 那次常见的就比较是政府有开放各种资料 好比像说护工就有授权它中解析度以下的 所有的资产嘛都放出来 那所以有人要在股东会把它印成什么碗 对不对 也不能阻止它 因为是任何人都可以应用的 那甚至护工自己也会 他比如说放到什么无人道啊 什么电脑游戏上面嘛 那动森嘛 那所以像这些都是 它是开放授权 所以你也不用去问他要不要联名 因为他本来就放在那边等着你用 你只要用了 你反正无论如何得显明 就是你会必须说这是顾工来的 那这个时候你既然用了 那顾工如果觉得这个也不错 那就可以共同宣传 但是重点还是你要先用它实际的资源 而不是说好像你只是发它的名字放上去 那这个情况下就比较像我们提供素材 然后你们是策划方 就是甲乙方对调的情况 那这两个是公部门最习惯的 那其他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好像要做CSR的企业 对不对我们没有那种动机啦 所以比较少说 全粹为了联名而联名这样 是了解 好那另外像回到刚刚这个问题 我们之所以会在这游戏里面包含 就是有关动物保育的元素 是因为可能如果要与政府政策结合的话 通常都是要有正向的元素 而且都要有台湾元素 那正向跟台湾元素这个事情 我们认为就是以市场来看 其实没有那么受欢迎 是那通常市场喜欢的可能东西都是没有那么正向的东西 然后甚至可能也不是说那么有台湾元素的东西 因为很多很多太有台湾元素的东西反而都发展的结果都没有很好 是所以我们会想要了解一下 假设我们可能要跟来政府补助还有这些项目来结合的话 我们是否就是一定还是只能够往可能正向 或是一定要有台湾元素的这个方向下去走 可是 可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几个例子 什么反校还愿 阴木判官 这个应该不是正向的吧 怎么看都是不太正向的东西 但是他一样就是都有强 应该我不确定他们当初在谈的时候是如何 但是一定都是有强制说要台湾元素在里面 例如像返校可能就有白色恐怖时期的 是是是 那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看外国的外国的作品的时候 他们假设可能是日本的作品 他们不一定里面 他们虽然是用日文 可是里面内容不一定都是日本本岛的东西 对 那是否就是我们只要往这方面发展的话 一定还是要有台湾元素在里面 你们现在你们现在是用什么元素 如果不是台湾元素的话来来发一下 呃就是可能自己设计的一些角色 可是并不是说 并没有那么多的台湾的成分在里面 可能就是一些呃可能怪物或是什么之类的 是 没有听懂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目前我们设计的那些角色还有内容 例如可能内容是打斗 游戏的内容可能是打斗 然后 然后 你又要补充什么 你那边 那里那里 这里 你要看你的那个吧 你的喇叭呢 你的这边 这里 对 好 那我们目前用的demo是先暂时 因为只是个demo 然后目前是暂时是用foodpanda的 因为foodpanda是比较市场上可能比较 呃 大家跟 大家每天生活都会看到它 对对对对 目前是暂时是使用它 但是之后会把它改成可能就是像是 台湾黑熊之类的 之类的 之类的台湾的 特有的动物在里面 foodpanda是有授权你们吗 还没有 目前只是我们 只是demo 我想说 他们这个行销也太 没有没有 太清奇了一点 我们目前只是先demo 先测试 但是我们一开始 所设想的是打斗 打斗类的游戏 一对一的打斗类的游戏 你说UberE 跟foodpanda的外送人 那只是demo 但我说还会再修正 有点地狱梗 可是这样还蛮有趣的吧 如果假设是foodpanda 跟foodpanda这样子下去 下去对打 以梗来说 应该算是有趣的梗吧 对啊 你会同时被两家梗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可能市场上 会比较喜欢这类的 可能有趣 新奇 地狱 黑暗 等等之类元素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以台湾的社群 也并没有说那么 那么喜欢就是 因为有的时候 台湾也做的东西对台湾的市场来 对台湾的 可能有游戏的社群 或是动画的社群来说 他们会认为很刻意 对而且已经就是黑熊啊 石虎啊 是 就就有点有点饱和嘛 是是是 好像穿山甲还是蓝海对不对 穿山甲我们也会列入金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对市场来说有点可疑 然后很多人就是可能看到很很台湾元素很明显的很台湾元素的东西可能 兴趣就没有那么大 而且以客群而言反而就会没有那么广 所以我想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政府的方向都是目前都还是 因为我们目前所接触到不论是文策院还是文化部都是希望可以一定要有台湾元素在里面 所以 当然就是你如果弄个穿山甲大战粉红猫熊这也是也是蛮地狱梗 那蛮实事题的 对啦我同意就是比较刻意 然后我也同意说就是国际元素因为你刚刚的很多demo它是搭在国际知名的跨国平台上 那跨国的品牌的好处就是你去你去写你他那你的东西可以直接卖到所有的地方 就不需要就是他的受众不需要从台湾扩散 你born global 刚开始就是国际型的 所以我其实都同意我觉得你的现在整个想法很好 那当然他的挑战就是说那给你补助的 或给你讲注的问题比较少 给你补助的政府单位他的首长去立法院的时候 那立法委员就会拿你的作品问说我们为什么要拿大家的这个国民的钱来 还补助这样的东西到底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钱是立法院拨下来的 那这样你就要讲出一套说法来 那你如果能够有一套说法 那你就比较容易拿到补助 如果没有就很困难可能只能拿讲注这样 好了解我们这方面我们在思考 因为听起来就是似乎就是还是一样是只能遵循这套模式 不是 这是你如果能够说服我们在省预算的立法委员的话 那你就可以扩大他的 就等于可以重新定义他了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重新定义他 我举例好比像说我之前就有在立法院借着这个质询的机会 那去把永续发展目标是气象目标去让大家知道 那永续发展目标它既不是台湾参与定定的 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那也不是我们非遵守不可的 因为联合国会员没有拘束力 那但是我们就说我们还是要扣合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概念上面虽然我们不需要往日内瓦或者是往联合国总部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贡献透过这个国际共同的与会 才能够让世界更容易发现台湾能够帮上什么忙 那所以后来就是用台湾can't help这个概念 去把我们已经做的事情跟为什么我们要扣合这个国际 而不是台湾SDG完全没有任何台湾特色 对不对的这个部分 这两个做一个缴接论述 那我们做了三四年嘛 那目的都是把以前在WHO WHA 都是台湾很可怜需要帮忙 Taiwan needs help 透过这个重新诠释变台湾can't help 就是台湾可以帮帮大家的忙 不然我们加入WHO 对不起是你损失不是我损失的这个看法 那所以当这个桥接论述出来之后 那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说 那国内的包含工部门很多企业 都开始搭上SDGS这班车 然后can't help 也变成不是只有外交部在用 大家都在用的这套论述 但是这套论述要很坚固 对就是当时我跟很多社创的同仁讨论嘛 包含暖实力这个概念等等 对那所以这都是几年前的事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说 我是born global 那我透过web3 透过多元宇宙 透过NFT 那我怎么样子去贴上这个之后 大家就可以更容易发现台湾的创造力 或者是的这个生态圈 而不需要特别置入台湾元素 反而才对台湾好 那这个功课就是你的 你要想办法发明这套讲法 那如果你发明了之后 那你的讲出机关不出机关 拿去跟他的施议会 拿去跟他的立委讲 那是成立的的话 那等于就帮忙后面所有人去 建立一套新的这一套评估方法 是好的 好了解 谢谢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是吗 到3点 差不多 看还有没有最后有什么问题 看就是到就是你们那边 有没有要补充的一些问题 不好意思 我想我想问一下 嗯 就是刚刚好像有提到 有一篇论文 然后可以去 我有贴在chat 有贴在 ok 旁边这个 嗯 就是有关于区块链的那个应用的那个 对 对你如果找 呃 BESOC BESOC 大概就可以 呃 看到这篇论文 好 BESOC 呃 呃 就是 反正有听 decentralized finance finance decentralized gaming 呃 DE开头 那然后 SOC就是 Society 这样 好 ok 谢谢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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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像那个 呃 韩国他是说 他们首尔是想要达到 出一个实际 真正的那种像是元宇宙的概念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去 呃 健保啊 或者是 呃 我们可以我们不用人再透过去健保局去办理 我们可以实际上 就是在家 然后 透过一些城市啊 或者是一些呃 呃 配备 然后就可以在市场办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台湾 政府目前是 或者是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打算 嗯 或者是他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呃 技术或运用 呃 我们已经有虚拟健保卡 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 红脸技术 嗯 基本上你只要装健保快一通 出示虚拟健保卡 呃 呃该该有的都有嘛 那健康存者也是账本嘛 只是说 呃 我想分散式技术 它的特色是在呃 你有好几个 最好三个以上 公信力彼此之间都呃 呃互相没有办法取代对方的这种状态 那你才需要类似分散式账本 包含区块链的技术 那在呃台湾的中央银行呃 呃对新台币的公信力目前应该还蛮高的 或者是呃健保署 对于健保资料的公信力还蛮高的 就他并没有一个信任短差的这个情况下 那像公链这种可以快速低成本取得某些信任的这种技术 对他是没有异议 因为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信任短差 对这个应该是常识嘛 我只是先先讲 那所以呃我们要找的就是实际上存在信任短差的的地方 我举例好比像说呃我们跟其他国外的呃 呃不管是侨胞或者是没有来过台湾那对台湾感兴趣的人 他怎么样透过网路取得我们的线上服务 那或者是说呃这次乌克兰的情况让我们看到说 呃是不是有可能说呃我们居安思维 那需要呃更加增进我们的呃资料储存的任性 如果发生什么不测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快速的从呃国外的那些地方呃 恢复这些呃资料 但是又可以确保这个隐私不会受到侵害啊等等 那这些当然呃都不会叫区块链 他用了很多区块链出来的这些想法啊 啊zero knowledge啊 这个同态加密啊 这个多方安全计算啊 多签啊 那但是这些技术都不是在供链情境下去用 这些技术都是以那个技术本身 然后我们来使用 所以像呃zero knowledge 我想很多政府部门都有在探索 就是像呃健保资料库是不是呃有可能给不是医事人员 比如说我要办个马拉松比赛 我要确定来的人都不会呃热魂迷啊 他的健康状况比较好 但是我又不是医事人员 我没有道理看你全部的健康呃存折里面的记录 那是不是有可能健康存折呃压几个这个zkrp呃 呃就是呃范围证明出来 呃或者是用呃就是其他的方式 确保说他可以呃提出证明 而不需要牺牲他隐私 那这个里面 我们在dsoc呃这篇论文里面讲了很多呃这些用法 可是呃他的状况都是我不需要用公链架构 我用呃web1呃pki架构 我就可以做到全部这些事情 呃那公链进来只是说呃我多多个认证的层吗呃 呃像土链链他们呃呃多一个不可否认层 或者是有多个国外的这个实体要加入的时候 有个快速呃呃取得互相inter op就是呃互相呃 呃合协共存的的这一层 那但是这些像中央银行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用公链技术呃做我们的中央银行的呃数位法币 加密法币但是他们都研究完之后他们发现现在没有什么场景不用这个不可 所以所以就是说你如果问的是技术的没有了解没有投资都用 那呃呃你说公链技术是不是好用大部分你呃想完一轮都觉得像那个呃 司法的那个存证链嘛就是司法院的私链跟法务部的私链跟呃各种公正人的呃在行事提出证据的私链到最后他们也是用私链联盟链的方法做啊 也不是用公链了所以所以就是这些从公链出来技术都很棒 但是好像呃我们政府呃投投资研究下去到最后都是用呃PKI技术用联盟链私链大概也就可以完成呃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很严重的新人暖场 嗯了解好谢谢好谢谢张伟 好那我想也没有那么悲观了就是说呃我其实我我讲个 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在公部门里面因为大家都在拼敬领 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大家只要一听到用多少电哦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道德不良指标 所以就是都会想要用呃道德上比较说的过去的不会说我们做好事然后又被我们的排碳抵消掉了那那所以这个道德不良指标的的标签要先撕掉了啊不然的话公部门很难用啊 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哇哦嗯好 就是说实在话里聊接近两小时专门聊这个题目呃呃所以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参考 好的感谢郑伟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察